法国政府酝酿推行备受争议的劳工改革法 引起民间反弹情绪 就在法国总理瓦尔斯宣布 将行使宪法权力凌驾国会 强行推行新劳工法案几个小时后 怒怨气沸腾的示威者 涌到巴黎街头抗议怒吼 警方在出动催泪弹 强行驱散民众场面混乱 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法国政府决定凌驾国会表决 通过备受争议的劳工改革法后 巴黎国会大楼外的大街 再次聚集了上千名示威者怒吼咆哮 警方发射催泪弹 橡胶子弹和盾牌驱散示威者 街头冒陷烟雾弹乱飞 硝烟四起 警民冲突一触激发 示威者不满政府援引宪法中 备受争议的49.3条款 强行推行改革法 根本就是一手遮天 因而要求政府悬崖勒马 搁置法案不要典当劳工的权益 实际上民间的抗争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 如今为连任铺路的法国总统奥朗德 却以拯救失业率为由 强硬推行威胁劳工权利的政策 政府接下来恐怕将难以制止 一波接一波的示威浪潮 他来看这次人应该好处 不算公衝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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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